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下第一个概念关键字 那首先什么是关键字呢 那我们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所谓的关键字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C元编译器 它预先已经给我们定义了一定意义的一个字符串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些字符串的一些特殊意义 进行了一次个什么一个先预先展开 比如说我们这样来看 当我们写英特A的时候 那么它呢就会在这一行中从头到尾的进行一个解释 那我们这我们也可以理解C元编译器 其实就是逐行逐行的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它怎么分析呢 它非常的单纯 首先第一个单词它看到了是一个什么 印特 那很显然这个印特是它已经定义好的一个意义的一个字符串 好那这个时候它认为它的意义就是按照编译器之前定义的内容 然后A那么A很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这个时候A由于跟印特在一起 那么我们就认为A实际上是在描述印特的这样一个变量名而已 然后当然我们在这一行什么时候读完呢 当我们读到分号的时候 自然而然这一行也就读完了 所以你大概可以这样理解C元其实就是按照编译器一行一行处理 或者是按照我们的一定格式把某些单词当做关键字 某些单词当变量名 甚至某些单词当一些其他特殊意义的一些符号的解释语言而已 好那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我们对于关键字的一个预先的一个理解 也说它实际上代表了一定意义 那么具体哪些意义呢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分类一下 关于C元关键字中的一些常见意义 我们这里有什么数据类型啊等等 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后面课程中再进行具体展开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大家更多的时候要记住 C元到底有多少个这样一个特殊意义的书串呢 总共32个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32个关键字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先要明确的一个第一个概念啊 关键字没有什么神秘 它其实就是个字不串 只是这样的字不串被编译器赋予了一定的物理意义 好那么说到关键字呢 我们首先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关键字就是sizeoff 啊 为什么先说sizeoff呢 因为如果大家学过C元同学应该知道 sizeoff呢 是一个我们经常会非常普遍使用的一个 呃应该说有些同学会认为它是函数 为什么它比较比较常用的写法是这样写的 比如说 我定一个A变量 然后呢 我们说用print for 去看一下A的大小是多少呢 就是它在内存中占据多大呢 那么我们说实际上你可以用sizeoff A去描述啊 那么很多同学第一个反应 哦 sizeoff后面加个圆括号 这明明是一个函数调用的方式啊 所以说他们会误认为sizeoff是什么 是函数但这个地方我们先给大家提出一个概念 sizeoff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关键字 也就是说我们我们有没有真正去实现sizeoff呢 并没有实现 而是由C元编辑器 在特殊场合上已经认为这是一个什么 具有特殊意义的字符串啊 也说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函数名啊 因为大家知道函数名有没有这样这样定义函数的 比如说int分号啊 没有这样说法啊 因为这样这个C元中是不认的啊 C元中是不认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说sizeoff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函数 而是关键字 怎么理解呢 那好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005点C 还是先使用我们的标准投文件 咱们来看一看sizeoff的一个具体用法 还是一样 刚才我们说intA 那么我们在看A的大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然后这个地方提一下sizeoff啊 sizeoff它返回的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也看到了啊 这是一个非常呃一个关键字的一个特殊颜色啊 然后呢呃 百分之地去看sizeoff的一个返回值呢 我们说这里头呢 如果说如果是比较严格的定义的话 实际上是LU啊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无符号的 呃一个长类型啊 当然具体什么是无符号 我们还没有讲到 但是我们先先要理解到啊 就并不是大家认为的以实禁止方式打印啊 当然这个呃 如果说我们不在意的话 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啊 那么那么紧接着我们看啊 sizeoff过后我们直接写A行不行呢 啊也说我不加括号行不行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还是一样 我们编一下build005.c啊 好并没有报错啊 并没有报错 当然这个执行结果肯定就是我们所说的4啊 就是呃 因为我们现在是32位的机器啊 所以说呃 我们在看A这段内存空间的什么呢 内存大小的时候 它就是我们的4字节啊 所以sizeoff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sizeoff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理解它是关键字啊 第二个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用它呢 那么这个时候一样确定啊 它是编译器啊 编译器给我们什么查看内存空间容量的啊 一个什么一个标准啊 也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变量或者这个东西它到底在内存中的容量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sizeoff来处理 当然我们来思考一下啊 这个内这个变量在定义内存空间大小的时候是不是编译的时候其实已经确定了 并不需要我们函数来确定啊 所以说实际上sizeoff的出现也很正常 因为 因为C元编译器肯定在定义A的时候它已经帮我们把A的空间已经给我们分配好了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sizeoff啊 给编译器来查看内存空间容量的一个什么工具啊 工具啊 好 那么这个这点大家知道 那么它在什么时候场合上可以使用呢 比如说我们在写嵌入式逻辑开发的时候 就是说并没有printful的帮助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printful函数呢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呃 就是那么简单啊 它实际上是在我们标准C元中提供的一个酷函数啊 那么这个酷函数实际上是借助于操作系统的啊 那如果说我们的嵌入式的那个开发中如果设计的是没有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你直接操作裸板啊 进行一些所谓的操作的话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不能调用printful这样的函数啊 但我们能不能调用sizeoff去判断它大小呢 哎没有问题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sizeoff是关键字 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具体函数实现 你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使用sizeoff 好然后最后我们再提一下return啊 return呢实际上非常简单 它其实就是一个函数返回啊 或者说是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的返回的概念啊 返回的概念 所以这个这个return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意义啊 那么它主要在函数的最后 进行所谓的返回值进行给层上起下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这是return的一个概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